不要啊 有点忌妇 有点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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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个家里出来的 听什么你总是高高在上的一种样子 总想是充公得敌 家里家里有人宠着你 学校学校老是宠着你 就说人生是坎哥的 可你怎么那么一百分钟呢 我就不知道 老天爷可真不公平 把所有的好事都给了你 我从小了 就没有看你好好学习过 你永远都在玩 可你每次考试都考得特别好 我呢 我每天啃书本我四星一倍 我的成绩永远在你后面 我初一就两百度进食 你知道吗 我爸我妈还经常说 你看看你表哥 你再看看你 你得好好学习 你说凭什么呀 好 反正我 我觉得 你这种人 就应该去捡破烂 就应该一事不成 不是你 你就觉得我就应该这样 好啊 就应该去捡破烂就 就我就逼你身心好就不行 我就得去捡破烂就 你是小伴 可家里的所有人 所有大人都怕你 为什么呀 哦 就因为你有钱 有事啊 你说 你凭什么在家里面 移植气昂的 然后指手画脚的 你凭什么说 两件首饰四家发球 完了我们都还得听你呢 你当上帝当 我 其实一直觉得我自己在 我可以找到我自己的命令 我可以找到我身边所有的 是一个感情 但其实呢 这接二连三的所有的刺激对我来讲 真的逼到我 后来我才发现 真的逼到我 真的逼到我 就上个车 就上个车 你怎么回事 谢谢 老弟 这是什么事啊 你跟我说吧 我帮你吃点饭 你吃点饭 喝酒吧 就没事 你真真不想我呢 还好吧 练什么练啊 这不就是瞎猫碰死耗子的事吗 大肥啊 你我的工夫啊 到客厅里 给你爷爷烧三炷香 求你爷爷在天之灵保佑你 比什么都强 好 你说什么 谁也不跟谁商量一下 就把他磨刀给卖了 卖就卖了吧 反正这破磨刀开起来也危险 你电话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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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信 还能接短信啊 你先摔啊 怎么了 谁啊 没谁 没保险的 饭 高兴 妈 你怎么来了 废话 过来 怎么回事啊 家也不回 电话也不接人 我忙啊 忙什么呀 都快毕业了 都大四了 有什么可忙的 大四了 那才忙的嘛 今天放决 赶紧回家啊 干嘛啊 有事儿 不行 我晚上约了人吃饭了 推了 行行行 真是的 我告诉你高兴 今天要不回家 以后就别回了 也别向我们要钱了 我知道了 没想到你还挺贤惠的 啊 你说这样以后我被你刺红惯了 你突然间一走 还有点不适应呢 那你就赶紧找个女人补上呗 行啊 听你的 找一个 快来吃吧 它弄好了 好 检验一下你的手艺 怎么样 不错吧 这就是你做的早餐啊 行了 你就凑个吃吧 我跟你做不错了 你不吃啊 等你弄完我再吃 你电话响 回家挂了吧 卖保险的 说别想见人识啊 都跟你说了吗 卖保险的 得了吧 卖保险的还存他名字 我不记他名字 我怎么知道是卖保险的 竟然没有问题 你 抓救分配爷爷的古董首饰 叫你回来就是告诉你这件事 周六到你二白家抓救 爸 那爷爷的首饰是不是很值钱啊 嗯 值点吧 能不能值五万 应该差不多吧 嗯 那那要是我抓到了 东西是不是就归我分配了 归你分配啊 那那本来就是爷爷留给我的嘛 我要是抓到了 那应该归我分配啊 行行行行啊 只要你手气好抓着了 没人跟你抢那玩意 太好了 等我走了 干什么去啊 不是没事了吗 我就先走了 不是这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你能不能在家住一晚上 妈 你就多长时间没回来了 外边有什么勾着你啊 行行行行 走吧走吧走吧 走吧 就是我们也不抓了 我们算弃权行吗 行行行 我再家住还不行吗 带走 死他 一下 个 stranger 你好 我拥了 你不要 着急 喂 顾铁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我可能很快就有钱了 高兴吧 这你就别管了 对了 我今天我得带家住 我就不回去了 我也想你 知道了 知道了 他晚上不回来了 谁呀 这么晚了还打电话呢 推销保险了 半夜推销 不是哪个女孩追你呢吧 什么呀 我有女朋友 你有女朋友了 很奇怪吗 回一睡吧 找我干嘛 我们家周六抓揪 去不去呀 这不是要看你愿不愿意吗 我愿意呀 你要是去的话还可以给我们家做个见证 那我就以女朋友的身份去了 你要是不愿意 同时身份也行 随便你 你看你逗你玩呢 你还真当真恶 你们女人就是这样 嘴里说一套戏 你还想一套 对呀 女人就是这样的 对 男人忽悠女人那叫欺骗 女人忽悠男人呢 那叫勾演 你像我忽悠啊 那就叫爱情 知道吗 什么呀 这么说定了啊 我回来了 回来了 吃面 不吃了 有没有想我啊 想了 那还得差不多 我换衣服就去学校了啊 你慢慢吃吧 这谁的呀 假宾的 你少骗我了 假宾这么长头发呀 你大呀 假宾 不是 我昨天我就出去买趟东 你是不是趁我出 你跟女朋友在我床上乱来了 你缺不缺德呀你 我以后没你那朋友啊 不是 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 我我昨天出去也就半个小时 他这种人以后不配做我朋友 他这种人以后不配做我朋友 顾铁 我最后相信你一次 我说我说都是真的 还有 你今天给我把船带给洗了 我嫌脏 没有你没有你没有你 男生女生对对碰这个姐姐 这一期节目呢 收视率虽然不错 但是呢 骂声也很多 要注意控制 我说哪儿了啊 对 骂声也很多对吧 但是要注意控制利益和思想 知道吧 这两期节目有些下滑啊 下期要注意了 可以请两个大牌明星来做客 有了他们 有了他们就有收视率 有了收视率就有什么呀 有钱 聪明 我给你说啊 那个 胡总 我跟杰克先出去啊 你先接电话 等等等等 怎么才能评笔点话 不叫限制 评笔点信吗 应该不行 你说你这孩子 你说你这孩子也真是的 好 不难过 你早点跟大姑说就好了 有大姑在你怕什么呀 不难过 还在你表哥那儿住着呢 嗯 就这么一直住下去了 跟你爸妈叫劲 叫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我不想和他们住了 姑妈 表哥那宽敞 你就让我暂时再住几天吧 等他女朋友来了 我再走就是了 女朋友 你表哥有女朋友了吗 黄欢 嗯 你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谁呀 什么时候的事啊 诶 妈 什么女朋友啊 不是不是 你怎么 我 喂喂 喂 妈 这搞祸 大臣 你妈要见我啊 你妈为什么要见我啊 看你问 谁叫你是我女朋友呢 你这么快就告诉你妈了 这可能 这可能 不像你磨磨叽叽叽的性格 我妹告诉我妈的 得我妈一知道就窜了 说什么处女朋友我不告诉她 说我瞒着她 不尊重她呀 真的 跟我续到个没完 哈哈 你也有害怕的人 行了别再说同量话了 一句话去不去 什么时候啊 你还真去啊 你什么意思啊 不不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觉得你怎么答应 答应那么痛快呢 那行 我再提点条件 别了 我跟你说我这我可没那么见啊 今天晚上你开心吗 那那个下班后我回去换身衣服吧 换什么换 你穿什么都漂亮 好了 那下班就去 好 你要听 别别别别 躺着吧躺着吧 没事 那个 我介绍一下这个 这你妈 木子 哎呀好 好 坐呀快 哎 坐吗坐吗 坐哪啊 坐快点 招待客人让你坐啊 我招待我这 坐床上来 来行吗 木子 对木子 坐坐坐 坐在床上 妈你看木子啊 来看你 给你买了点补品 哎呀做 买这么贵的东西干嘛呀 没有 木子也在电视台工作 嗯 我是新闻频道的 哦 你今年多大呀 二十四了 一年本命年 对啊 可不是嘛 本命年啊 岁数也挺合适的 看你妈 你第一次见面 你被人家年了 他我跟你说啊 可恋啊 台里三个名额 最后就留他一票 真的 哎呀 木子真是了不起 你吃水果吧 哦 吃水果 不用不用不用 快点 你别把握了 我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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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快点 我去一下洗手间 洗手间 洗手间 嗯 这儿就有 不用出去 哦 这儿就有 灯在里边 不用嘛 一会儿出来再吃灯 灯在里边啊 开灯 人家知道 快走 快走 你妈还在出手 你看他眼睛 会说话 还不张扬挺好的 学历工作 满意满意 我相忠了 叫你头朋友 怎么不跟妈说一下啊 没有 他刚处什么 还没怎么地呢 干妈不怎么地啊 都多大了 你看 男的大点怕什么呀 什么怕什么呀 我跟你说 妈相忠了这孩子了啊 我相忠了 你好好跟人家相处 别戏了妈 孩儿整天不在乎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知道了 太不耐烦了 看我这儿子 走走 嗯 木子 木子家住在哪儿啊 哦 我们家在湖南 然后父母都在湖南 湖南哪 嗯 哦 住这么远 一样妹子 对 吃辣椒的地方 哎呦 好好好 我就会做辣菜 知道吗 是吗 嗯 你啊 只要有时间就到家里边来 到家里来玩 好不好 方便吗 方便呢 有什么不方便的 他要是忙 让他忙他的 你到家里来 我给你最好吃的 做可辣可辣的菜 好嘞 好嘞 看我妈见你了 啊 病全好了 说真的啊 我妈从来没有 可是我看你不太高兴啊 画很少吧 是啊 我哪有那么多画呀 把全让你说了 哎 什么意思啊 这画里有画呀 哎 不是我问你啊 怎么那么爽快 就大眼见我妈了 这不好吗 哎呀我就是觉得 有点不太像你的风格 我的风格一直就这么干干脆脆 好不好 不是还是不对 我总觉得好像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觉得妈 辛苦了 赶快接受吧 我听说你妈病了 我想来医院 让她高兴高兴 走吧 看你一天到晚 你愁眉苦脸的 我才来的 你别不说凹膽啊 你看我愁眉苦脸吗 你的手机 在裤子里想一天了 谁呀 不是你看你 你属猫的呀 怎么什么都能听见 他一直在想 我能听不见吗 谁的电话呀 当给我的面不敢接 没有啊 这 欢迎 你不会是现在 就得玩劈腿吧 你看说什么呢 我是那种人吗 我 啊 啊 你要不信你打我记得了 你打 我不打 你打呀 谁呀 没谁一个卖保险 你烦死了 夫人 真没谁 你什么 看着爸爸喝得那么开心的份 我请你吃饭 啊 好吧 我去看大姑瘦了嘴了吗 哎 你不知道我妈最迷人什么事啊 哎呀 对不起啊 喂 我先下楼一趟啊 有点事儿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呢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呢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呀 我为什么接你电话呀 我为什么接你电话呀 我妈突然带着点土豆沙 我带着点尝尝 啊 不是 于晓年你觉得 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 那我问你个问题 如果高飞不是你表弟 我们俩是不是可以 我们也不可能 我跟你说的很明白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是那个记者吗 他不适合我 你凭什么说他不适合我呀 他就是不适合你 算了真的 我真的懒得跟你吵 你干嘛干嘛去吧 行吗 你别给我打电话了 先我放这儿来 你还要不要 郭老婷 我不会放弃的 那女的 好像在哪见过 谁呀 送礼的 那礼呢 我能收人家礼吗 应酬受惠了 对 能不能摸太一路 看什么 那个谁 莫斯啊 看这儿 好 看这儿 挺好 那期 争夺一场的新闻怎么样了 我这一直跟进着呢 怎么还跟进呢 得抓紧时间 那个快了 我等着那个节目了 我等着那个节目 把下个记录的收拾里 赶紧提上了 抓紧啊 你知道了 这给你 抓紧啊 莫子 该吃午饭了 我不吃了 你给我去跑个采访 谁呀 阿姨 莫子啊 你怎么来了 我在附近采访 我妈正好问候 我就说来看看你 你还买什么东西啊 这孩子花钱 您这气色 比以前好多了 是吗 我挺好的 你吃饭了吗 没呢 几点了 还不吃饭呢 干我们这行的 吃饭它哪有点啊 那可不行 以后胃都坏了 这姨子为什么要三餐呢 它是有道理的 行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以后记住了 赶紧吃点什么 真不用 真不用 最近耀婷她挺忙的 您有什么事啊 直接叫我就行 我没事 我都好了 我就是不愿意出院 这个 在医院里边 多不好啊 您干嘛不回家呀 不说 都是家里的事 我在医院 我头清静的 我听耀婷说 您这病是气的 可不是吗 谁呀 都把你气到医院里了 没事 家里的事不说的 一提我就心烦 不说 您跟我说说呗 我妈说了 这个有钱不能憋着 憋着容易憋出毛病 您说说心里边 就舒坦一点啊 这孩子 真是说起来都觉得丢人 我们家 今天大年三十 廖婷的老爷突然就过世了 走得太突然 也没留下什么话 就留下了一个 三巨石的房子 从此这房子就成了货爱了 房子是老爷子的 高老先生呢属于猝死 临终的时候 没有任何遗嘱 或者口头语言 说这个房子归谁 也就是说 这套房子 是你们四家共有的财产 如今高二国 没有跟你们三家 任何一家打招呼 补办了死亡证 又到单位办理了内部购房 这已经违法了继承法的有关规定 如果跟他打官司 胜算几率会很大 太好了 如果你们三家想联合告他 那我需要你们三家 亲笔签字的委托书 这样 哈律师 我回去呢 跟我大姐还有大哥 商量一下 就这两天尽快给你们回复 好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我怎么不能来啊 这怎么了 这怎么了 脸撒白的 做什么亏心事了吗你 你说什么呢 跟你开玩笑 老开这种 一点都不好笑的玩笑 你干嘛 这是什么 我妈特意嘱咐我爸给你炖的汤 给我炖的汤啊 我妈说你吃饭老不定定啊 一天没日不夜的工作 我炖的汤给你煮了 阿姨挺惦记我的 不是 我说啊 我特意给你送汤来的 你别让我在外面带来 没有 请给 写什么的啊 啊 策划案 连我都放的 我又不会偷看你策划案 没有 我这不是 一招被蛇咬 身权怕你神吗 行了吧 你 你这小明点成天烂谱的事啊 我喝两个提 过来 那个 我喝一下 怎么样 好香啊 那个 要不明天 我去医院看看阿姨吧 好啊 凡着我妈现在看你哪儿都顺眼 一去也就很高兴 那说好了啊 明天下班一块去 一定 跟我乘乘 一个人在外面 你看 离家这么远 爸妈又不在身边 一定要多注意 知道吧 要不你年轻的时候不注意 像我们这个年纪 那病就找到你了 我知道了 谢谢阿姨 小姐 妖婷也在啊 半江 你怎么来了 就是 那那个 你明天抓救没事 小婷 你和穆子 你们出去走走吧 行 行 行 外面今天太眼多好 出去散散散 先聊着啊妈 走 走 姐 邀请到你逢了吧 那长得挺漂亮的 那眼睛呢 不是都说好了吗 在二国家 十点钟集合 怎么了哟 我知道 是说好了 可我不愿意到高二国他们家抓救 姐 我跟你说实话 我一进他们家 我就想起 他背着咱们把爸的房子里过了户这事 我一 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 那你什么意思 到您家 三国家 到我家 都行 要不然实在不行 咱们包个饭店嘛 弄个单间什么的 那就饭店呗 那就饭店呗 是明天抓救我吗 你大舅来找阿姨 有什么意思吗 谁知道又出什么了 你们家人 都挺有意思 是啊 没人抓救你到底去不去 去呀 不是说好的吗 妖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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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了 走了 走了 坐 木子 坐 坐 你天气好啊今天 挺好的 今天暖和 我大舅 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小心眼 说要是 在你二舅家 她心里不舒服 一想她霸占房子 她心里边啊 过不去 非得要在外面 要在饭店 不是 瞎折腾什么呀 饭店 饭店 饭店就饭店了 想到到时候再睡家 他们又不知道 生出多少妖蛾子了 所以我一想要在饭店啊 谁也说不出什么 那行 回头我订个饭店啊 嗯 妈 那个 明天 木子也想去 我没见过 我想去看看 没什么看不好看 嗯 我觉得 这也没什么不好呢 是不是 做个见证 万一那几个要是谁不服 咱有个证人啊 也好 让你那几个舅舅舅妈 见见木子 明天我大街二九三九她们都在 不尴尬啊 不尴尬啊 不尴尬就好 她真没把自己拿来 这有什么好尴尬啊 嗯 不过说句实话 我觉得阿姨真的挺好的 是啊 老爸就那样 跟谁啊都没有借记 我觉得她肯定特别好相处 哎 选题选了吗 嗯 选题 你们不是报选题吗 嗯 报了 什么呀 哎 你别管了 我暂时保密 看你跟我还保密 哎 你该不会 去参加我们家抽签 给我来个什么新闻大爆料吧 说什么呢 不行 我不去了 你看你 我给你开个玩笑 你还当真了 别生我气了啊 别生我气了 哎呀 哎 错了 我错了 错了 你承着像 我错了还不行吗 你开着玩笑而已 看 我是说 那假如 我真把你们家的事情 拿来做社会芯营了 你会怎么样呢 这是什么假如啊 根本不可能的事 要真这么想 那你就不说了 不是 我都说假如嘛 那假如我这么做了 会怎么样 我想不出来我脑子真的挺空的 你这个假如让我太不舒服了 根本不可能的事嘛 你怎么会能干出这种事呢 好吧 那个 改天 我给阿姨拿点大早了 你对心血管有好处 对心血管有好处 相当不错 十回有六回忠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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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老茶 没人就抓痘了 怎么想着呢 女人 问你 这是什么 你干嘛呀 你闻你话呢 明天抓救 万一抓不到怎么办 两件首饰四个人抓 二分之一的几率 我想我不至于那么点倍吧 一个都抓不到 万一抓不到呢 什么意思 继续住我家 还是回家住啊 我是不是爱着你什么事了 你总不能一辈子逃避吧 等我攒够钱 我就出去租房子 你永远不回家了 我自己建立一个家 你看看你能耐 他自己建立一个家 你跟谁建立 跟那韩国帅小子 你怎么什么都爱管啊 我跟谁在一起 干你什么事啊 管得真多 你看你看你 就算我多嘴行了吧 您看您的韩剧吧 看吧看吧 我这是怎么了 我到底在干什么呀 以前的我从来不会这样 遇到感兴趣的新闻素材 我一定会做下去的 可是现在 为什么 我会觉得有负罪感呢 难道我是真的还上霍耀婷了 天呐 我应该怎么办啊 工作还是爱情 我应该怎么选呢